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丽的存在确实很清奇 像韩版郑爽 会因为任何一点点的风吹草动轻松上热搜 她的巴架走向和郑爽也如出一辙 青春人设谈恋爱放飞自我 唯一不同的是 许丽的放飞自我更像是在放纵 许丽这个人 说复杂很复杂 说简单又简单得很 她的人生极度两句话 开水 不会唱歌 不会跳舞 不会演戏 事业平平 但她红 因为放飞自我行为举止奇怪而红 黑红也是红 蓄力的演绎事业 用一个水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货 白白净净 逐处动人的脸蛋和绰约多姿的身材 是她天生的资本 她不属于扎减凌瑕疵型的那类美女 更像是一只人畜无害的小绵羊 温顺无功激性 所以 一女子偶像组合FX成员出道时 走青春路线 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15岁的妙林女子 青春可爱的林家乖乖女也是唯一的选择 组合实际的她 是不出彩的 唱歌水平一般 在她们的出道曲拉桥桥 中 除了和声 她只有三句唱词 不是高音 不是高潮 在主唱担当Lunia和Crystal的力压下 雪莉基本 尚是个透明人 出道多年 没有folo作品 她的跳舞水平不评价更好 韩国的舞蹈实力 是肉眼可见的强达 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出来 都能在歌在舞 跳得好的更是数不胜数 同组合中有十岁就开始习舞的软气女王宋浅 又在冰上都能舞出特色的Crystal 雪莉就是个透明人 不唱 也不算好 网友的评价最中肯 不入流 唱歌和跳舞都没落着一个好字 公司便盯准了演员这个市场 能同行出道 端然恰不到哪里去 但这么多年 也真的没有好到哪去 资源不错 电视剧电影都有 可做的还都是当时热门的大咖 就是没嫌起什么水花 再加上韩国经纪公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机制 扎去大头后 剩下的五人还要再分 在组合中并不出条的雪莉 压力可想而知 总体来看 这雪莉就是韩国成熟的流水线生产 下打造的漂亮而毫无特色的爱豆 也许是被压抑的太久了 也许是四面楚歌在他里幕了 他开始放飞自我 寻找特色 他就像一只被束缚太久脱缰而出的野马 开始在辽阔的草原里肆意狂奔 不得不说 在某种意义上 他是成功的 从明不见经转摇身衣变成话题女王 他靠着大众眼里所谓的堕落 开启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全民吐槽到红的路线 他的红属于黑红 很多人把雪莉堕落的锅甩给了前男友崔子 他的放飞确实是从 谈恋爱开始的 自从和崔子恋爱后 雪莉的画风就开始让人看不懂了 不仅宣布退团 还在INS上秀恩爱 甚至发一些奇奇怪怪的照片和视频 一次一次是坦道德的底线 挑战大众的接受程度 每一个追星族都逃不过这样一个定律 把自己付出真情实感喜欢的偶像 拼凑成自己脑海中最完美的模样 一旦偶像做出有备于自己定义中的事情 就会恼羞成怒 由爱而恨 雪莉大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成为大家重点关注的对象的 他有一颗不甘静默放纵不羁的心 他的INS里有各种素材和公网民谈天说地 比如说他会在INS里发一些充满暗示的照片更大胆的 小编不敢放 请自行搜索 吃个奶油也不好好吃直播 也不明所以 奇奇怪怪 莫名诡异 人的猎奇心总是很神奇 一边骂着雪莉不检点 一边又要追踪式的关注 看热闹的永远不嫌事儿大 玻璃心的永远是粉丝 搞出过几件大事之后 雪莉的一举一动 就都在网民的关注下了 比如说 他曾在SNS上传过一段烤鰻鱼的视频 视频中的鰻鱼 被切成两半放在炉子上烤 雪莉还做了配音啊 救救我 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持过度解读 认为鰻鱼一边张嘴 一边挣扎的模样太吓人了 雪莉怎么能这么狠心 甚至要传八笔娃娃的照片 并配了满走 这段时间很愉快 也要被网友拿来说事儿 断手断头有点可怕 是不是疯了 你是变态吗 至此 雪莉的疯疯癫癫疾奇怪怪 神经不正常的人设正式形成 雪莉也很懂大众的嗨点啊 你们喜欢什么 我就给你看什么 于是就有了2016年与凭借来自星星的你大我的金秀贤合作的Wil 这部电影 并没有让雪莉一跃成为韩国一线的演员 也没有让她的演技得到大家的认可 反而又一次将她推向了话题的中心 大众对她的评价和她的人生一样 出现了两极分化 有人说她堕落了 有人说她敢于抛开人设做自己 然而 无论是哪种评价 比起FX领不起眼的小丫头 现在的雪莉才算真正 走入了大众的视线 你说她是因为热风而被大家认识的明星也好 说她是放纵自己自毁前程也罢 你把她归到猎记忆人的行列里也无所谓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在雪莉这样的自我放飞中 她的美貌和身材都得到了认可 关注度客人气质线飙升 流量比很多明星都高 甚至有网友评价 即使讨厌她 也无法讨厌她完美的身材 她靠着她的话题引来了大量的邀约 时尚资源接踵而来 之前L官方INF的头像就是雪莉 也曾接下布亚诗蓝带的代言 还参加过的L的秀 她成为了继秀制 离生之后比三位上过L大风的韩国女艺人 同公司的顶流女团少女时代的宇娜 也只是双风而已 很多人说这样的最雪莉 就是不会唱歌 不会跳舞 没有演技还想靠着脸蛋和身材努力 不被别人忘记的小丑 而我却觉得她只是亲手打破了之前公司给她设定的单纯可爱的少女人设 做回了那个又醇又郁的自己 这条路危险又刺激 没有几分她宁可胆量 怕是走不下去 甚至都没有勇气走 顶着骂名始终处在话题中心过一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敢做 就值得钦佩 本文观点信作者本人